从伦岛的早市出发 向北继续行进10公里左右 我们来到了特别出名的白米千梅田 这个景观是被收录到世界农业遗产的 从空中看大大小小的 就是分布着各种的水田 夏天的情景是这样的 秋天收获时候的景色 到冬季的时候 因为田地比较荒芜 所以这边就会用灯光秀的方式 来呈现它这个提田的魅力 水稻都已经播种了 下面就是白米千梅田 而且是有散策道路可以往下行走的 这才叫鱼米之香 又可以捕鱼又可以种米 这个千梅田相当于就是 一个水坊里面就相当于一枚 这大大小小的总共有一千零四枚 最小的大概有一张报纸这么大 以前的古人没有耕地就得像这个山去要面子 采取的这种梯田的方式 一年是两万日元的汇费 就可以成为一小块田的主人 大概会有一个十公斤左右的米 作为收获 挺有意思的 这个收割的季节可以来参加这个农耕的这个体验 这个道路服务区是在石川县非常出名的一个服务区 好多外地来的人 不明来一次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可以看 面前的是千梅田道路休息所的一个卖店 这边也有卖云岛的卡卡西这边是铲米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饭团好像特别负面 正在这个商店里面 有一个吃饭的地方 也有一个吃饭的地方 有一个吃饭 我能吃饭 有一个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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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防吃饭 但他们很为难 有些吃饭 要这么做 这个是商店里面卖的一些特色产品 喝一个这个 我们买的小吃小喝 在这吃完继续赶路 我和Tina已经从伦岛市进入到株洲市的地界了 这面呢也是一直走着沿海的风路 在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垂水瀑布 它是少数的从山体里流出 直接注入到大海的瀑布 虽然这个瀑布的水流不是特别的大 特别的湍急 但是这个景观还是比较少有的 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停车场 从停车场走出来 就可以直接走到这个瀑布的正下方 水还是很清澈的 比较独特的一个景观 风把水都吹得产生了各种水气 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顺着我右手边的话 其实是可以上山的 但现在可能是因为山体塌方的原因 它这个路已经拦上了 一路走过来 我们又停在了一个道路服务区 这边也是一个资料馆 叫盐田 这个资料馆呢 就主要讲述着能登半岛这边的产颜的一些历史 这个是产颜的一个主要的大工具 叫盐斧 这边还是盐田的圣地呢 一路上 开阶 这边是一路上 这边是一个人的 对 对 对 这边在这里 这样 对 这地方 对 我们去看一看是怎么去制作盐的 我们现在要进入资料馆了 资料馆的入场费是100日元 天呐 跟盐相当的工业制品和食物制品这么多呢 我想象不知道轮胎竟然也用盐 这个是以前的这种仿真的小模型 这个好可怕 这可叫摩草 这个模型做的太好看了 稻草这个 右手边的就变成现代化的这只盐 用盐做成的工业品 开灯 自动自动讲解的这种 我们来到了屋外的盐制作的展示场 等会儿一点半左右会有一个表演 我们要在这看古人是如何做盐的 这个就是盐田 把海水撒在田里 之后把这个混合着海水的这个泥给收集出来 再用干净的水给把盐水冲出来 冲完了之后 再加热 把它给结晶出来 这个是府 应该以前用来熬盐的屋子 翻译成汉文的话 竟然叫锅炉房 我估计它是怕维修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就给它网罩住了 这样就不用去再去更新它了 这个一到门口就有一股烧柴的味道 这是做好的盐 对这个是结晶的盐 但还没完全提纯出来 感觉日本人对神灵很敬畏 连做盐它都有一个神社在这 很少能见到这么古术的工坊的感觉 是 这个锅壁上已经是这种盐巴了 这种木桶也很少见了 是 这个资料馆的建筑挺好看的 这片盐田是早上撒完了海水 之后呢 等经过这一上午的晾晒之后 盐就会附着在沙子上 再将这些沙子收集到一起 装进一个容器里 然后就是用清水去把沙子给撇 把里面的盐给提出来 对 然后就开始烧了 是的 对右手去拽着它 是啊 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讲究的 那盐工们将沾满饱和盐的沙子聚集到一堆之后 现在开始把这个简壹的木箱再给它拼接起来 将沙子填到木箱里 人多力量大 现在是四个盐工同时将盐沙产到木桶里 再从木桶下方会流出来特别饱和的盐水 用这个作为原材料进行烧制 制成盐 这一桶就是饱和盐水了 现在盐工在拿这个盐度计再测一下它的盐度有多少 你看浮起来了是不是 那个盐度计 这边就是能灯的制盐方式的一个解说图 然后往沙子上撒的过程中 这个海水已经是经过一点点粗质了 就比较饱和的一个盐材 变成盐沙装到箱子里之后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布 对测完了就进行烧制了 精致了 这是一张完整的制盐工艺图